大家收到的訊息 最新最危急的就是 公立醫院的病床 可以是收這些 確診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床 其實是所餘無幾 醫管局在今日 已經是動用那400張 所謂次一級的病床 但是根據數字 其實就算開了醫管局這400張床 很快就會用光了 舉個例 昨天確診的數字是59個 已經是單日其中最高的升幅 現在累計是641人 如果現在的趨勢一直上升 大概不夠一個星期 這400張床就會全部用光 不要忘記 我們現在面對還有一個風險 就是在幾天前 湖北是解封 4月8號武漢解封 國內將會在短期內全面復工 會不會引起第三波的感染呢 沒有人知道 所以要面對這個情況 我有一個緊急的呼籲 要求政府盡量將現在的展覽場地 是用作臨時醫院 現在的亞洲博覽館已經是成為了測試中心 但是在灣仔的會展是還未動用的 我請政府立即將會展改建成為可以用的臨時醫院 其實這個做法不是只是香港獨有的 在紐約 紐約市已經決定將四所的展覽中心 將它改建成為四個臨時的醫院 而倫敦也都將一個倫敦的展覽中心改建成為 可以接受四千到五千人的 叫做NHS的Nightingale Hospital 除了倫敦之外 另外在八名巷 它也會將展覽中心改建成為五千人 五千張床的醫院 還有在曼徹斯特 會有一個曼徹斯特的展覽中心 成為一千個病人的臨時醫院 如果你問個大小的話 我給大家一些數字可以參照 在剛剛紐約市動用的Javis 叫做賈維茲會展中心 它那個展覽的空間 是大概七萬平方米 而香港會展中心 所有的總的面積是九萬一千五 還有展覽廳的面積是達到六萬六千平方米的 在Javis那裏 它是可以收一千張病床 在世衛的三月中的指引也都講得很清楚 是有必要在現在的資源不足的情況下 是要啟用一些原本非醫療的用途 是作為臨時的病房 裡面有一些清楚的指引是可以這樣做的 第一 這些病人必須要是低風險 沒有長期病患 並非六十五歲以上 並非兒童 並非孕婦 以及一定在醫院是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 舉個例子有七至十天的觀察 是確保是沒有需要包括氧氣 呼吸機或者是深切治療 這些病人才可以轉送 根據到現在的數字 超過八成的這一類的病人 即是有症狀的病人 都是屬於較輕的病情 這些都是適合的 但同一方面 另一方面 這些臨時醫院也都有一定的要求 舉個例子 這些臨時的醫院 是需要有每一天 是二十四小時的醫療的支援 它需要支援他們包括飲食、清潔 以及在這段時間裡面 是不斷地跟他們看他的體溫 有沒有一些異象 還有就是要做一些測試 舉個例子 他可能離開臨時院的時候 根據我們現在世衛的要求 是要連續做兩次 每次隔二十四小時的被煙的測試 確保他是沒有帶病毒 才可以容許他離開醫院 或者臨時醫院 居家再隔離多十四天 我覺得政府是絕對 是有必要盡快去做 另一方面 由於現在已經動用了四百間 在不同醫院的病床 其實已經對現在醫院使用的病人 構成一個很大的影響 有兩點我要呼籲政府 或者醫管局做的 第一 他應該動用流感高峰期的計劃 將一些沒有風險、低風險 正在康復的病人 透過和私家醫院的買床位計劃 將這些病人轉送到私家醫院 繼續他的康復和療養 直至他可以出院 這是第一 第二 醫管局應該暫停一些非緊急的服務 重新再編排時間 然後在稍後再加強服務 令到這些病人 一些現在暫時不緊急的服務 可以盡快去做 這一點是重要的 為什麼需要去動用這些臨時醫院 我想跟大家講一個現象 在沙士的時候 我們已經體驗過 就是當一些有傳播風險的病人 下去不足夠的設施的病房 就會將這些病毒帶給其他的病人 我舉個例子 現在私家在公立院裡面的內科病房 因為他主要收到內科病房 是有各種各類的內科病人 以及不少是年長高風險的病人 舉個例子 中風之後的病人 心臟病之後的病人 肺炎 不是武漢肺炎 而是其他肺炎的病人 其實病房由年頭到年尾都有 如果這些病人的安排 是用現在醫管的安排 就是將普通病房 將它加負利亞的設施 然後給它去的話 最大最大的風險就是 將一些病毒 有機會傳給一些高風險 但是沒有帶病毒的其他病的病人 這個絕對是一個災難 因為數字顯示 80歲以上如果中了這個武漢肺炎 死亡率是超過15% 70歲以上的死亡率是超過100% 即是說如果這些高風險 和年長的病人 在不必要的情況之下 染了這個病毒的話 其實他們的死亡 或者是需要深切治療 或者嚴重的後遺症 病毒的風險會大很多 那就是這麼多 但其實剛才提過 就說會不會考慮 都是去多個私家醫院 都知道 那樣跟他們買位 那樣 因為始終那個 就是那個 傳染成多的時候 會不會有時候 有機會去私家醫院 都不想這樣做 我剛才說的那些 不是沒有辦法用的那些 因為醫院裏面 有些是沒有其他的病的 譬如這個例子 做完手術之後 康復的病人 一些較輕微的病 他又不可以離開醫院 譬如家人去照顧有問題 他需要在醫院裏面 逗留一個短時間 一些是沒有傳染病的病人 才可以 其實做法都不是新的了 過去兩年 在公私營的計劃裏面 都有做的 那這個是安全 和減輕了現在公立醫院的壓力 剛才其實都提到 就說可能用灣仔會展 作為一個臨時醫院 那樣 但始終這些醫護的人手 會不會擔心 就是說可能有個場地 但沒有足夠的人手 去處理這幫病人 其實現在是全部都困難 我老實告訴大家 人手是不夠的 病房是不夠的 在今時今日的醫療制度裏面 政府長期忽略供應醫療服務 有甚麼是救的 沒有東西是救的 但是如果病床不夠 收不到病人的話 舉個例子 今天已經發生著了 有些病人是等了兩天 都入不到醫院 我剛才看到一個訪問 講一位的病人等著的時候 他在一個劏房裏面 跟他媽媽一起 是長者來的 你可以試想一下 他住在劏房那裏 他跟他一個年長的媽媽一起 如果有得選擇 我們作為醫生 我寧願他去一個臨時醫院 醫生、護士 所有人都會做得很辛苦 但是如果我們不處理得好 容許這些病人在等候的時間 在社區散播 又或者再 我們甚麼都不做 這些病人就會去回普通的內科病房 到時就是好像沙士的重現 就是普通明明沒有病的病人 都被迫要跟一些大冠狀病 新型冠狀病毒在一起 其實一樣是這麼慘的 那個慘況是更加慘的 因為我們也看到這些病人 例如他年長那些 他需要深切治療 或者甚至他死亡率是高很多的 再加上他有長期病患 現在新型冠狀病毒 或者武漢肺炎 有三個主要的風險 大家看所有的文念都有 六十五歲以上 有長期病患和男性 其實全中了 現在我們內科病房裏面 全部就是那些病人 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 那就是等於把這些病去送死 有多少人的病人 有多少人的病人 可以提供的病人 提供的病人 提供的病人 你也提供了 有一個方法 提供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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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病人 什麼樣的病人 提供病人 現在的病人 我們現在已經有 我們都會推薦 100%獎病人 很多 för virus 都會獲得 100%獎病人 受到病人 沒問題 接受到病人 診療病人 還要維持 病人 我們要認識 報告 100%獎病人 再次 搭訪 本來 优优优独播剧场—— So what can we do as a next step? If we didn't do anything, we need to put this patient into ordinary medical ward or other hospital wards of the public hospital. It will be a disaster, like what we have witnessed 70 years ago during SARS. Because other patients without infection will catch a disease. Because there is a very high index of spreading of the disease of COVID-19. So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Over the world, many countries and cities are already trying to cope with the problem by transferring some of the facilities into a temporary hospital. Like New York City, they have already succeeded to change the Jarvis Exhibition Centre into a temporary hospital, which can house 1,000 patients. They already designated three more exhibition centres. So all together, New York City will have 4,000 vats. And for London, already the London government has tried to start the conversion of Exile London into a temporary hospital, which can accommodate 4,000 to 5,000 patients. We are not counting the Birmingham Exhibition Centre, which can house 5,000 patients, and the Manchester Central Convention Complex, which can house another 1,000. So this will be a very useful alternative. The design of the Exhibition Centre allows the medical staff to have access to all those patients. And if anything changes, because the Exhibition Centre in Wanchai is quite close to other medical facilities at the centre of the city. So we can always, you know, have the ability to transfer the patient to other hospital, number one. And all those patients already, of course, they are already so-called the lowest patient. They should be less than 65 without any major chronic diseases, not pregnant, not children, not requiring oxygen. So they are quite safe. So if we see, if we look into the statistics, more than 80% of those patients catching the COVID-19 belongs to this particular group. What they need is constant surveillance and support. So if we have the Exhibition Centre as a temporary hospital, they can be attended by all the medical staff 24 hours. If they need any alternative medical care, they can be easily transferred from the Exhibition Centre to all the public hospitals, both in Hong Kong Island and anywhere else in Hong Kong. They need all the support, like catering, sanitary support and laboratory support around the clock. And this can be achieved because, you know, we can deploy the medical staff to this designated temporary hospital in order to take care of these patients. And the other suggestion that we need to is probably we need to start again the measures which has been done in the influenza outbreak period, that the public hospital will transfer some of the stable patients on their convalescent without any infection risk to a private hospital. And we have successfully conducted this regime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They are all stable patients waiting for convalescence and waiting for the rest before they can be discharged. So they can be ideal patient or ideal target for transfer to the private hospital. Actually,看到今次的病床這麼快又這麼緊張, 是不是真的意味著政府今次在抗疫措施有不足的混亂? 回看之前,就算可能公佈了一些飲食業的措施, 其實有些相方的保健可能就是禁止牌食,但它都沒有用到, 是不是真的反映著政府是沒有決心去解決這件事, 每一次做事都好像有流動? 最重要的那一步,到現在都不肯做就是封關, 大家都知道我們用了多少氣力,說服政府去封關, 去到今天,當我們仍然在面對著, 包括湖北解封,很快來的武漢解封, 政府仍然不肯封關,這個是不負責任的, 第二方面,所有政府要做的措施都是晚三拍的, 我們要求它盡早去做這些所有在外國回來的封關, 遲了很久才做,甚至15號,講到19號才做, 我們要求它所有在高危地方回來做測試, 不肯做,直至上個星期六才改變這個計劃, 我們差不多要政府做所有的事情, 它都是一路拖延拖延, 去到有情況發生,好像今次那樣, 見到其實醫院已經難聽一些, 都已經死到臨頭了, 那它才開始再想一些新的方法, 這個是令到香港是很難復原,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我也都希望它不要再拖, 是不是真的要到那些病人躺街, 要那些病人是要互相被迫交叉感染, 政府才肯做事呢? 我們是慢很多, 但是我相信倫敦、紐約, 甚至武漢都懂得做, 將一些的展覽中心都轉了做臨時, 現在我們政府仍然站在那裏, 什麽都不做。 那你覺得最差的情況其實會是, 如果大人年那四百張, 最一級的病床也會成立, 那其實最差的情況會去到哪裏呢? 有沒有改變一些的藍史醫院, 其實會不會說有, 好像其他專家所說的, 其實就可能要, 就是那些病人在病醫院, 就要回家休息, 就不能再留心? 第一,幾差? 沒有人猜到幾差, 因為當這四百張床都用完, 其實最多它現在說, 將百多張, 就是醫管局已經說了, 最多將百多張床轉了, 成為這些次一級病床, 那之後就沒有了, 那就是說所有這些病人, 你又不可以不收他, 你只可以收他, 就放在普通的病房, 包括內科病房、外科病房, 那傳播風險是很大的, 很多現在, 今時今日, 還要在醫院的病人, 其實是沒有選擇的, 包括是那些, 腦藥傷殘那些, 那他被迫留在醫院, 而你帶過病毒的傳播者, 那你就會令到所有的病人, 特別是那些高風險的病人, 受苦了, 這是第一, 第二個問題, 就是答說, 有些甚麼可以做去解決, 我們見到會展, 就是灣仔會展, 或者其他的場地, 如果會展有機會變成, 或者八百到一千張床都用完,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選擇的, 包括譬如啟德的游人碼頭, 其實政府只要肯去做, 這些都是選擇來的, 也都, 現在我們在其他的檢疫設施裏面, 都有很多的, 可以經過改建之後, 是可以適合作為臨時醫院的, 我不用數了個名單, 大家都可以看完這些名單, 其實都適合的, 但我們政府甚麼都不做, 第二個就是, 怎樣去處理那些, 因為現在我們有三類的, 確診的嚴重的病人, 確診輕的病人, 和第三類就是緊密接觸, 或者是沒有地方適合作家居檢疫的人, 緊密接觸, 沒有病徵, 和不適合在家居去作為檢疫的人, 我們講了很多次, 請政府和酒店業去作出安排, 無論扣過買這些酒店的床位, 或者是將整個酒店, 是給一些支援, 將它變成一個隔離的中心, 政府兩個月都不做, 是兩個月都不做, 澳門都懂得做, 已經將那些酒店變成一些隔離中心, 我們有超過八萬張房, 那個使用率是很低, 政府仍然是愛理不理, 責任在哪裏? 我想大家是很清楚了, 其實是政府的不作為, 令到我們是這樣, 講那個檢疫的措施, 和剛才有記者問, 大家看得到很離譜的, 譬如昨天已經發生了, 有些鄉紳要不理的勸告, 超過百多人在那裡飲宴, 政府有沒有做事呢? 沒有做事的, 政府是去到很後期, 差不多是要邊桿它才做事, 但是它可以做的, 包括一些改建, 這些臨時院那些, 是政府的行為, 它就完全不做, 其實是不負責任的, 因為現在全香港, 特別是飲食業, 或者其他行業, 都是忍受, 或者承受的痛苦, 但是政府呢, 它可以做的事, 它不做, 還有一點我想講就是, 譬如, 到現在我都不明白的, 有兩點, 為什麼麻雀館卡拉OK, 是可以不包呢? 為什麼我們講了這麼久的軍營, 可以做一個檢疫的用途, 為什麼不做呢? 這些太多的問題, 我都不想問了, 不過今天我想將它焦點放回臨時醫院, 希望政府盡足將這個會展改建成為臨時醫院, 盡快可以給醫護人員去用, OK, 麻煩, 好 BuenosND I I